再来看到的是现在的技职教育跟过往大不相同 新北市教育局举办一个新未来式的展览 集结了12所的技职学校 以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轴 展示技职发展的特色成果 活动开放免费看展 参与者只要完成指定任务 就可以参加秋奖 还有机会周中蓝牙耳机等多项好礼 倒下金色沙子 看板上的字体慢慢浮现 展览正式启动 原来是新北市教育局 特别携手12所技职学校21个加速器计划 举办新未来式展览 透过互动活泼化 资讯视觉化等策展方法 让学生可以把课堂所学 化为具体的成果展示 那我们希望从在新北市立足在地 一直到我们的技职学校 是一个顶尖的一个学校 所以迈向顶尖 立足在地迈向顶尖 是我们希望在这次的主轴里面展现出来 当然教育是一个永续的事业 所以也会共创永续 有技职学校与在地的烘焙方 联手推出特色伴手礼 矿金饼 透过寻找在地文化特色 为传统糕点带来新生命 现场也有培育汽车产业的高中 结合汽车医美概念 翻转传统汽车维修丧物的印象 让参与者体验科技包摩 那在这次的这个展览里面 我们十几个学校一起来帮忙 刚刚我们体验了包括汽车的板筋 包括糕饼的制作 包括这个刺绣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让我们教育的多元性 可以让我们被看到 这场新未来式展览 为期二十天 开放免费看展 参与者只要完成拍照任务 就可以获得摸彩资格 有机会抽中商品礼券 照片上传指定贴文 还可以抽iPad mini 无线蓝牙耳机等 邀请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看展 记者送个报道